考量演艺团体过去常有贷款不易的情形 文化部针对以利安之团体 从事音乐、舞蹈、传统戏曲、现代戏剧等相关演艺团体 推出专属的贷款方案 因为我们演艺团体到这个银行里面 银行通常都不大愿意受理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演艺团体的产业结构是不一样的 不像有一些像制造业 或者甚至包括有很多的商业服务业 它是每个月有固定收入的 有支出有收入 所以每个月的固定可以结账 但是我们演艺团体可能是花一整年的时间 在做准备在投资 可是收入不一定 也许到明年才会有 所以这样的形式是银行很不愿意贷款的 所以是有时程保证的话 银行就会非常的愿意 除了由政府提供时程的信用保证 以及最多一年利息的全恩补贴之外 申办所需的银行服务费 保证期间的手续费等 也由文化部全额负担 那我们这边是决定利息补贴的一年 利息补贴的用意也是说 因为贷款是要还的 那我们了解演艺团体 我们的文化团体本身的一些收入的结构 所以我们持续补贴一年 让我们的演艺团体至少有一年的 比较舒缓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们这个利息由文化部全部来补贴 另外在贷款也会产生很多的一些 额外的一些费用 包括信用保证的手续费 银行服务费等等 这个部分也全部由文化部来吸收 生代期间自7月1号起到111年1月31号前 申请者可自文化部或文策院官网 下载申请表填写 并被妥相关文件 以电子邮件线上向文策院申请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导